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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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方便还要数这个小东西 这是一个Mθ转标准θ再转USB的转接头 那么它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 有了这个小东西你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把Mθ插到USB口上 用写盘软件一次性就可以搞定了 这个东西虽然说不便宜 但是我相信普通的用户应该没有几个会买到这个小东西吧 那么如果有小伙伴家里有的 可以把我也有的打在公屏上 我倒想看看到底有几个像我这么败家 那这两天呢小宝大佬更新了新的固件 那也增加了一个对入门用户非常友好的一个新功能 那就是快捷安装 那你可以像安装Windows一样一步一步的引导 用U盘安装OpenWrt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简单有多方便呢 那咱们话不多说马上操练起来 好首先我们来到CoolCenter的首页 我们点击首页上的Bender 那就是第一个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导航栏里找到固件下载 那我们点击这里找到X86 那如果你也是EFI启动的 那你可以选择下面这个选项 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EFI启动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EFI启动的 那你可以跟我一样的选择就可以了 我们就在这个选项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默认的后台地址跟密码都写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把它拉到最下面 我们找到最新的版本051913的这个版本 那我们点击下载 好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下载写盘软件 那Windows和Mac用户的我推荐这两个软件 那我也会把这个下载链接呢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有需要的小伙伴呢自取 好软件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安装一下 安装之后我们插上一个8G以上的U盘 那2.0的3.0的都是可以的 好我们打开写盘软件 找到我们之前下载的固件 那我们开始制作安装盘 这里需要注意呢固件其实是并不需要解压的 那非常之方便 安装盘制作完成之后呢我们找到一个USB口的键盘 那跟我们之前制作的U盘呢一起插到软路由上 那么外接一个显示器 然后我们通电 开机 开机之后呢我们按键盘的F7键 那进入快捷启动 这里呢我们需要选择我们刚刚做好的U盘进行启动 那当然你的软路由不一定是按这个F7键 那我会把经常用到机型的这些按键呢 打到屏幕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多多尝试 那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按键了 在系统启动之后呢我们输入用户名 root密码呢是password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openwrt的这个画面了 好我们敲入快速开始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看到引导界面了 那这里呢有一些选项 选项0呢是显示接口信息 选项1呢是更改LAN口的IP 那么这个选项2呢是安装系统到本地的磁盘 选项3呢就是重启系统 那最后一个选项Q就是退出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上下的箭头来移动光标 那我们来到接口信息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默认的LAN口是ETH0 ETH1到5都是LAN口 这里呢有点可惜的是只能看你不能修改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更改LAN口的IP地址 那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的网络情况 来修改你想要的IP网段 那我在这里呢就不做修改了 那我用它默认的192.168.100.1 回收之后呢我们需要输入紫岩码 这里呢我依旧使用默认的255 255 25 0 完成之后呢它会自动退到菜单的界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选择安装到本地的磁盘 好我们现在选择Install x86 这里呢我的软路由只安装了一个M Theta 那在这呢我就选择默认的这个路径 那如果你有多块的硬盘呢 就需要选择你想要安装的那个硬盘的路径 那而且这里呢它是不会出现U盘的路径的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你会安装到自己的U盘上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选项 那我们在确定硬盘的路径没有错误之后呢 我们点击回车 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安装 并重启 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的软路由会自动的重启 在重启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拔掉U盘 然后按我们键盘上的Delete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BIOS 进入BIOS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启动盘 选择我们刚刚装系统的那个硬盘启动 好了那么到这里我们的OpenWrt就安装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之后呢我们把软路由接入网络 那我们的ETH0是WAN口 LAN口呢是ETH1到ETH5 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输入192.168.100.1 或者说你修改过的那个地址 那默认的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password 那么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你的软路由的后台了 新的系统这里呢又加入了不少的更新 那快捷向导里面呢加入了终端 软件源的配置 开启沙箱服务等等 那这里的沙箱功能呢可以让你几乎无损的折腾软路由 那就算是变砖了也可以非常容易的恢复逐出 那对这个功能感兴趣或者对系统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么点赞过一千 我就专门给大家做一期视频进行详细的讲解 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或者觉得做的还不错 麻烦帮我点赞评论或转发 当然也欢迎一键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一天的更新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会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异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